在过年这段期间 也许两岸也有一些 在军事上的较量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画面 也就是来看到香港媒体 明报有报道说 大陆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已经部署了两支的殲-20旅 也曾经多次参与了台湾军事的演练 还有东海防空区的战备执行相关的任务 但是台湾国防部这边 从来都没有通报过殲-20的踪击 证明了也许是殲-20的逆踪性能 真的蛮优异的 而大陆官媒呢 其实16号也公布了殲-20飞行员 他的访问 他说他清晰看到 宝岛的海岸线跟山脉 一起来听看看这段报道 进入新时代 这个部队飞越巴士海峡 宫谷海峡 对马海峡 出色完成东海防空识别区 常态化管控 巡航台岛等一系列重大任务 当我驾驶战机 在座舱里俯瞰祖国宝岛的时候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 宝岛的这个整个的海岸线 还有山脉 那一刻我的心中是 无比的自豪与酒 好的确刚刚的这段画面 他特别讲出来说 王海大队的大队长 杨俊成说 可以从战机上 清晰看到台湾的海岸线 跟山脉 所以真的是非常靠近台湾吗 委员你怎么看这个相关的说法 用眼睛在高空上看得到 那的确证明了 他应该是在50海里内 50海里以上的话 就看不到 你在高空上要看到 除非你势力有什么2.0 不太容易 所以一般来讲 战斗机飞行员势力大概在1.0上下 所以看得到的距离 因为他高空 平地当然看不了50海里 但高空会比在海上看得还远 所以顶多就是50海里 所以表示说 如果他亲眼看到了 中央山脉的那种零线 那表示他距离中央山脉零线 是50海里以内 但不要忘记 从中央山脉的这个零线 一直到花莲台东的东海岸 那还有十几海里 所以表示说 他应该是在距离东海岸的海岸线 应该在20海里以内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估计 很合理的估计 这个殲20 在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军事杂志上评估过了 它的妥善率 我们讲妥善率就是说 它飞个100次以内 它有任何的故障讯息的几率 叫妥善率 这个妥善率 它被评估为比F35 还要至少高出两成 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 都是五代战机的话 那它还比它厉害 因为第五代战机就是有逆中性能 叫第五代战机 而且第五战机不只是有逆中性能 它的电子操控设备跟火力 基本上比第四代战机都要高出好几倍 当然因为不同国家会基于它的一个国情防卫的需要 会列为设计上有所不同 那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要有很强的逆中的效果 那第二个呢要有非常强的电子控制的效果 那第三个呢就是战斗的火力指数要非常的高 有三大特色 对于歼20被评估来讲是比F35高 尤其是在妥善率本身 在最近的所谓的 大陆上叫什么叫做远巡 警巡 那我们台湾叫远巡 这几波以去年年底来讲的话 不是台湾海峡出现28架次的一个所谓的战机 那台湾的报导里面啊 国防部所发布的讯息说有殲-16啊等等的 就是没有提到有殲-20 没错 就隔了一天半把 央视播报出来说 有殲-20在里面 那这个证明什么 这个证明就是台湾的雷达系统 看不到殲-20 也就是殲-20的逆中性能 台湾的所有的雷达系统是完全侦测不到 因为你想想看 台湾的国防部的所控制的雷达 如果能够侦测到了殲-20的话 民进党政府一定会 敲锣打鼓到处宣传 解放军没什么样嘛 连殲-20我都看得到了 我看得到了 这殲-20是假的啦 所以这个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是央视主动报导 央视没有必要说谎 对啊有就有没有必要讲这个东西 对没有必要说谎 他公开公开说有殲-20 所以表示说殲-20在台湾 岛的附近做警巡也好演讯也好 他有个特色就是台湾的雷达系统都看不见 那第二个就是比较特殊一点 就是逆中型的战机要考验一个就是夜间 它的逆中效果一定会比白天还好 但好到什么程度 第一个要考虑的 第二个气候跟气象跟海象的问题 因为殲-20在这一段时间出现的时候 台湾的东北季风就在这个12月中旬到现在为止 都是非常糟糕 所有出海的也好 或者是飞机也好 像明朗机飞上去又抖很久才到风以上 一定要飞到所谓的东北季风的云层以上 才不会感受到这个风力的威胁 可是战斗机不可能像明朗机那么舒服 战斗机一定在云层底下作战 要不然你要去打那个雷达战 打那个基地的话 太远了啦 在云层以上 那个一万公里我不想他能干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很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表示第五代的战机 他面对这种气候条件恶劣状况底下 他还能够表现这么好 我们不能不说殲-20是一个很成功开发的一个产品 而且据了解他的造价 又比F-35来的便宜很多 所以这位解放军的飞行员说 他有七年看到宝岛的山陵线跟海岸线 看到海岸线是比较容易 看到山陵线那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也就飞得非常的靠近 而且台湾所有的雷达跟防控系统根本侦测不到 对啊也许真的是看起来是侦测不到嘛 尤其来看到是说呢 现在殲-20之前就被说他对标是呢 F-22 但是呢F-22造价更贵了 所以现在他呢也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再进行生产了 那委员刚刚也说了 F-35跟他相比的话还比他妥善率高了两成 好那中美现在看起来是也要呢管控分歧了 因为中美两国是真的一直刚下去对全国也不太好 全世界也不太好 来看到的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呢Politico 有引述华府之情的外交官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预计会在2月5号到6号出访中国大陆 会问了大陆外长秦刚 委员之前秦刚的时候他在美国他有爱理不理的嘛 现在必须要到北京去看秦刚了啦 还说呢布林肯这次行程可能就会跟中国大陆讨论 俄乌的战争啦北京的核武库 美国自己核武库这么多 但是要讨论北京的核武库 然后推动了双边高层的对话 还有呢释放遭到关押的美国公民等等的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呢 汪文斌有最新说法 一起来听看看 中方欢迎布林肯国务卿访华 中美双方正就有关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也希望美方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 坚持对话而非对抗 双赢而非联合 同中方相向而行 不折不扣落是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好 委员你怎么看 这一次布林肯要去访问大陆了 布林肯访问大陆 他有他的外交作用 也有他的政治作用 外交作用就是说 真的要在外交事务上面 达成某一些合作共赢 或者问题的解决 或者冲突的管控 但政治作用呢 表示他也要在美国里面做大内宣 尤其是美国现在 应该已经逐渐会进入 所谓选举的热计 选举的热计议定会在三月份开始 也就是拜登可能在三月份 会宣布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那布林肯作为他的一个很重要 应该说最重要的一个内阁的成员 他也应该说在 趁着他的外交工作上面 在政治议题上面 对拜登的竞选有帮助 那其中刚刚提到说 要谈一谈大陆上 积压的一些美国的公民 或者美国所关心的人士 或者是中国自己内部的公民 但是美国所关注的对象 其实这是很有趣的件事情 我觉得中方也不妨可以提出一个名单 当时美国人为了打压中国的时候 对很多的在美国的科学家 只是因为他参加中国的千人计划 就动不动给他扣上一个非常大的帽子 动不动就给他很高的罚款 动不动就把他抓紧 莫名其妙的关押了很久 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个人 这个中国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大力发声 第一个就是麻省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陈刚 他本身是大陆出生的留学生 后来在机械工程方面 尤其在武器方面有非常高的一个成就 第二个就是哈勃大学化学系的系主任 据了解他是匈牙利一的美国人 据了解他现在还被关押着了 他只是因为参加中国的千人科学家计划 然后没有填表的时候 没有申报说千人计划到底他获得多少补助 因为填的时候他根本不晓得多少补助 那只是因为这样子 那他同时有拿美国能源部的补助 美国人就扣他一个帽子 我这个帽子扣得很大 什么欺骗啊 诈欺公款啊 美国人觉得没事生事 而且不只这两个 这两个只是比较有名气的人而已 中国大陆大可以说公开开名单 你把这些人放了 就是要为这些人主持正义 这个对全世界也会有宣传的效果 那至于其他的东西将来 将来这个 冰来降党水来涂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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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财囊来了有猎枪啦 对 没有错 看他是财囊还是好友 对啦 好友就好久啦 对对 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秦刚的问题 秦刚当时在美国的时候 布林肯这些大野人 就是经常觉得我可以跟王毅直接通电话 我干嘛跟你见面 我干嘛跟你打招呼 实在是非常的无礼 而且不合外交礼仪 第二个秦刚到美国这么久 注意到他都还没有跟拜登成帝国书 对 你在干什么啊 是 我不想你美国到底在干什么 我是觉得拜登有时候对于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也好 或者国家的大使也好 通常就摆出一种天朝上国的姿态 你是来什么 来朝贡 你是来进贡的 他对于很多国家的政府首长也是如此啊 比如举个例子 这也是岸田文雄 两只脚垫着脚走路到白宫去 干什么 朝见拜登啊 拜登只跟他单独谈话 十五分钟 我老天爷啊 岸田文雄少说要搭个十个小时以上的飞机 是啊 到了你那边你才花个十五分钟 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想我们通常要打发一个饭店 趴车的服务员 也要需要个五分钟吧 竟然把他十五分钟就把他打发走 而且很多东南亚国家去的领导人 都这样子啊 开会的时候 集体会讲话话就走啊 然后没有双边的会谈都没有 都没有啊 那这一次日本就说 哎呀我们二加二 国防外交两边二加二讲一讲 开小组会议 什么 日本首相去美国开一小组会议 这能看吗 所以拜登政府这有这种很骄傲 很蛮横的姿态 所以对秦刚 我们一点都不必意外 他其实对很多国家的大使 也就是这种待遇 对首长都这样的 何况是对大使 那问题是不一样啊 中国少说 就像那个杨洁篪讲的 你不能用实力地位跟我讲话 其实杨洁篪讲的是客气的文言文啊 你不能用拳头跟我讲话 是 可是 美国有没有修正 他最后发现 哎 原来秦刚要回去当外交部长啊 哎呀赶快赶快 我以后是对付单位 哎呀 早了 赶快 所以我是觉得 不只是拜登这样子 布林肯也是这个德性 他老板都这样子的 有样学样 对嘛 有样学样 秦刚其实也蛮客气的啦 有那种中国人那种典雅的作风 他只是在临行离去之前 在媒体上写了一篇文章 痒痒塞塞解释一下 那他真的很认真 就是说 虽然你拜登跟布林肯 都这样冷落我 但是他在美国社会 基本上媒体啦 企业界啦 学术界啦 学校等等 他都尽量去走动 去建立说 中国有对这个美国老百姓 美国人民友好的一种姿态 因为其实话说回来 除了美国要打压中国崛起以外 中美两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 那再来说你布林肯说来谈什么 核武库的问题 可以啊 要是我的建立是这样的 你就跟美国讲 你的GDP24兆比较多 我的GDP18兆比较少 那我大概少你24减18 不过少你6兆嘛 那少你6兆好吧 打个折就算三分之一吧 那我们就以GDP比例 我的核武库少你三分之一就好了 我核武库就是你的三分之二 那美国多少呢 好美国现在预计 有6000颗核子武器 那三分之二多少 就4000颗核子武器 那我中国大陆 我就设定4000颗当上限 那我现在中国大陆多少 只有400颗啊 所以我还有10倍成长空间 要不要谈啊 好啊 你答应4000颗 我就4000颗啊 看你美国怎么回应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双标嘛 美国找茬嘛 对不对 你以前跟苏联 是怎么达成县武谈判的 他们当时是 美国已经有5600颗吧 俄罗斯有6200颗 6200颗里面有 有将近2000颗是战术核子武器 那美国战术核子武器 只有200颗 比较少 所以美国还更多那种 对大型的 战术型核子武器 就是小当量的啦 小当量在战场上打军队用 不是打大都市 不是那种长崎广岛那种东西 是美国是全世界 唯一用过核武的国家 对对对 就是小当量的那种 战术型核子武器啊 比较 俄罗斯比较多 那美国比较少 那很简单啊 就一样照比例嘛 那我中国就是你有 就比较俄罗斯再打个嘴也可以啊 看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你当时跟俄罗斯谈判 是什么结果呢 就说好 我们虽然有这么多颗 但是可以服役的 不可以超过1600 就说 他们叫做inservice的 不可以超过1600 就随时可以用的 不可以超过1600 包括在那个什么 在所谓的战略型核潜艇的 包括所谓在这种 战略性轰炸机 可以携带的 全部南部上面 陆基海基 水面下潜水底 这三位一体的核力量 都不能超过1600 加钱不可以超过1600克 好啊 到中国我就1600克就好了 我从4000克打个折 再1600克 这样可以了吧 满意了吧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话题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谈这个 那我们就好好谈啊 对啊 对啊 我原讲的这个话也是 也蛮有道理的啦 反正就是啊 不能说你的 你的18兆的 我18兆的不能有核主器 你24兆就可以有 他还这么多 多很多啊 是啊 那个美国的双重标准 就让全世界看在眼底 那中国人的心理更是如此 我们看到哈 民调会说话 大陆民众对欧洲的好感度 远胜于美国 来看到中美竞争之下 最近一起的网路的一个调查 发现 相较于美国大陆民众 对欧洲明显更有好感 我们看看哈 在2000多位中国大陆的网友 参与的线上问卷当中 好来看哈 非这个 欧洲国家跟美国相比哈 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 不喜欢美国 43%的人 甚至非常不喜欢美国 只有23%的人表示 有些喜欢或很喜欢 然后欧洲国家当中 大多数的受访者 总体认为是正面的 英国是唯一例外的 46% 对英国做出正面评价 是比较低的哈 在欧洲当中 然后呢在德国当中 在欧洲是 最受大陆人青睐的 69%的受访者 对他态度是喜欢的 欧洲大陆的国家 普遍来讲 跟中国之间啊 相对的友好 其实欧洲国家 对中国的印象态度 也都美好的一面 比较多一点 这个跟美国不一样 因为欧洲国家 第一个 他在战略上 没有需要去打压 中国的崛起 他没有这需要 是啊 他甚至还想跟中国合作 可是问题 欧洲国家有很多 亲美派的政治人物 他必须要跟美国 配合借用欧洲的力量 跟着来打压中国大陆